除了眼影粉之外 眼影筆或眼線筆在妝容上都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們先來看看我平時多數用什麼的眼線筆 化在自己身上 這個是MAC的眼影筆 它是眼影筆 不過這個其實已經不能賣了 你看到它很黑的 有點閃 這個已經不能賣 因為它是限量版 但如果大家想要類似的東西的話 很多品牌都會有出的 例如Nars它都有的 這個是帶閃金的 多數我們會用這些眼影筆來打底 或者有些人會直接塗完 然後blend鬆它 就當成眼影筆也可以 除了這些比較深的顏色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淺的顏色 例如Nars它都會有一個 亮亮的顏色 這些顏色多數是放在眼底 眼頭那些位置 去突出我們眼尖位的輪廓 還有呢 譬如像smashbox它都會有出 這樣 這個就比起我們剛才試的Nars 再淺一點顏色 淺一點顏色 淺一點顏色 例如你想眼睛看大一點 你可以畫在眼底上 又或者你想畫近我的眼頭 可以用這些顏色 畫在我們的眼頭 除了眼影筆之外 眼線筆 用來加大雙眼的輪廓 多數我們用的顏色 當然是黑色 這個是MAC的 這個LINE 叫做PowerPoint 防水防油的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顏色 就是一個深默綠色 它的顏色名在這裡 它叫做Forever Green 這個顏色 其實它近乎默綠到黑黑的顏色 然後呢 我還有一個比較喜歡的顏色 就是 都是MAC的 同一條LINE 一個湖水綠色 我多數會用它來畫在我的下眼線 令到我的眼睛突出一點 我多數是上眼的眼影 然後下眼線就畫這些不同的顏色 令到我的妝可以突出一點點 好像有雙色的效果 這個也是同一條LINE 這是一個紫紫的粉紫的顏色 沒有那麼Sharp的 那不如可能呢 喜歡的妝 比較自然的那些人就會適合用 那這個是它的名字 然後呢 除了MAC之外 那還會有 這個是Sephora的 這裡 Sephora的 那這個是一個紫色 這個紫色其實我也很喜歡 但是因為MAC沒有這個紫色 所以我就買了另一個牌子 這個也是OK的 那我試過也很像狗的 雖然它本身沒有 記錄著它真的防油 它寫Waterproof的 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 Liquid Unliner 那Liquid Unliner呢 我用來用它這些幾支 那一支是Kiss Me 日本的牌子Kiss Me 這個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Armani的Liquid Unliner 那兩個的分別呢 就是Kiss Me那個 畫出來呢 是這樣的 那它的掃頭其實也很小 那畫出來也很方便 那另外 那另外 例如Armani那個呢 畫出來就再實黑一點 好了 畫完之後呢 其實你已經很清楚 看到分別在哪 你看到 這個Kiss Me呢 它有一點點融開了 是不是 有一點點散開了 但是Armani這個是沒有的 所以它在墨水呢 是比較漂亮一點的品質 那所以呢 雖然我兩隻都會有用的 但是我個人喜好 就會比較喜歡Armani 多一點 那始終都是 其實一分錢一分貨的 那這些的Liquid Unliner呢 多數就是畫完眼影之後 去畫在我們近眼睫毛的位置 去補回一些的蠟絲 又或者呢 是可以on top 譬如你 畫完一個有顏色的眼影 或者眼線 on top就加進去的 因為它比較實色黑色一點 所以可以蓋回你之前的顏色 令到我們眼睛大一點實一點 那就是這麼多 然後我們試一試 這些眼線筆 容易擦 那 眼線筆其實最重要是 防水Waterproof的 但是如果 譬如卸妝的時候 很難卸 你都會很慘的 我們先拿個濕紙巾 然後我們試一試去擦 先 好 那你見到呢 大部分 我這樣擦 它都會 很容易脫掉 那當然你在眼上 就不可以這樣擦 但是 這個也是濕紙巾 來的 其實不是一些卸妝 東西來的 那譬如你都見到 不會太難卸的 那像這些Liquid Unliner呢 其實你擦兩擦 即是一些的濕紙巾 或者是一些的 小張水 小張油 這樣擦 它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不擦 就這樣擦 它就不會脫的 其實它都很持久的 那接著呢 這些眼影筆 當然會比較難擦 一些的 剛才NASU過 因為它本身不是防水的 雖然它都持久 但是你看MAC那個 因為它本身是防的 所以你真的擦 都很難擦 那你可以說它好 亦都可以說它不好 那它會不會太容易變 紅貓眼 但卸妝的時候 就要用卸妝才能擦到